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道广东家常菜沙茶牛肉 首先准备嫩牛肉400克 这个牛肉一定不要顺着纹路切 我们首先去除牛肉中的筋 如果认为这不麻烦的话 就直接买成牛里肌就可以了 下面把去好筋的牛肉呢 我们改刀切成片 片的厚度在2毫米左右 切好片的牛肉呢 我们放到碗中 首先我们给碗中加入少许的生抽 3克食盐 再加入少许的生粉水 20克左右的蚝油 10克左右的料酒 用手抓拌至起浆 牛肉抓拌起浆后呢 我们再加入10克的干淀粉 再次用手抓拌均匀 这步是为了锁住牛肉中的汁水 抓拌均匀后呢 我们加入少许的花生油 加花生油是为了下锅时候不会粘粘 还能起到稚嫩牛肉的效果 再准备一个洋葱 用刀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把洋葱切成块 切好后我们放到盘中 准备一小块红椒 也把红椒改刀切片 切好后放到盘中 再准备青椒少许 改刀切片 切好后也放到盘中 下面呢 我们再准备一些红椒丝 改刀切丁 青椒丝改刀也切成丁 大蒜准备数个改刀切磨 现在我们在盘中看到是 切好的洋葱片 红椒片 以及青椒片 还有蒜末 红椒 以及青椒末 下面再准备30克的沙茶酱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具体操作 起锅放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放入腌制好的牛肉 进行划散 划至肉片变色后 就可以控油出锅了 再次起锅放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放入蒜末 以及青红椒末 炒至出香后 再放入洋葱和青红椒 炒至到六成熟 这时候的大火 大概再炒至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后呢 我们倒入牛肉 翻炒几下后 再加入少许的蚝油 两克食盐 三克白糖 五克花椒油 五克生抽 少许的鸡汁 下面大火翻炒上 五六七八下后 再加入准备好的沙茶酱 沙茶酱炒至出香后 就可以盛出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 沙茶牛肉就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